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衣服在这里 这边也是一堆衣服 还有鞋子什么的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种顶天立地的衣架 就是以前用的那种就贼好用 然后等一下把衣架装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是我的一个小床 这边还有个行李 在这块今天刚到的一些杂物什么的 把这些都整理一下 然后呢 现在我就先来开始弄我的衣架 这个就是那个衣架 我要准备拆了 这个流程吧 我基本应该蛮熟悉的 有买过很多次 但是这个跟我每次买的不是一家店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这个上面有大包的那个小卡扣 所以说我得看一下 如果我平时有什么衣架 我打扰到我楼下吧 我打扰到我楼下吧 还是留着吧 零件就全在这儿了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零件 对 然后 起 等一下呢 我就 让我先换个衣服 给大家变个妆 我再开始 因为我发现 穿着这一身干活就是有点不太舒适 而且这是白衬衫 我怕把它弄脏 然后又开始变妆了啊 已经变妆完了 就是说 白 白T恤不怕脏 啊 不是 不是 白T恤怕脏 白T就不怕脏 没关系 就是说舒适为主 然后呢 我现在先研究一下这个杆子吧 嗯 这一样不对 我不需要说明书 我自己能装好 啊 可以 就是这样 我才感觉我按的不太对 哼 反正就是说 跟我以前按的不一样 所以我还是看一下说明书 我不需要说明书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说明书看不明 最后还是要靠自己 好 我需要先把这边的东西全部都挪过来 啊 这个是我在恒店定做的一个羽绒服 非常的厚实 直接到我的脚踝 来 这有一个就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小图案 上面一个月亮 底下一个可信 然后配色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月亮配色 然后这是一个荧光绿的配色 好 先找衣服就到这里 我先 扔过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话不多说 感觉一开始干活 我先找一个比较平的 一点点位置 感觉可以再稍微理一点 感觉很好吃 太可疑了 这个真的跟我以前买的那种完全不一样 是要拧螺丝吧 就是说 我们把它找齐 我可以拿个东西比一下 你不用这样比 好有智慧 麻烦给我拍一个孙笨 现在就非常的强迫症专属 就是说把它到了一个可以接的上 然后又两边非常齐的一个程度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现在这样看也特别齐 看得出来吧 很齐吧 我要把上面的也安上 我今天一定要给它安进去 这边比较好装 看我说啥 来让服装吧 可以 今天立地衣架完工 下一步呢 我就要往上挂衣服了 然后挂衣服的话 我自己本来带了20个衣架来 但是我感觉不够 但是我感觉不够 因为还要挂裤子 跟衣服一起 然后呢 我又买了100个衣架 这个衣架真的贼好用 我现在的那个服装间里也是 用的是这个衣架 这个衣架就是那个 上网搜那个整理师专用 就贼薄的 一个衣架 还蛮好的 我觉得 但是这个箱子有点简陋 就是架水的 直绒的这种 贼薄一个 但是它还能挂着做衣服 其实挺厚实的 但是这样子挂衣服 就挂的比较多一点的感觉 接下来呢 我就要开始往上挂衣服了 所以我要开始施展我的 施展我的 魔法 我只要打个响指 它就立马能出来所有衣服 你们信不信 不信是吧 开始 一二三 已经整理好了 底下就是放了一些 厚一点的衣服和裤子 上面就是按照 颜色区分了一下 底下也稍微按颜色 区分了一下这边挂包 就是说 非常实在 虽然一百个衣架没用完 但是就是 现在非常整齐的摆在这 我仿佛在这里要安家了 别管 那今天 就先这样子 然后后面就是 我在不忙的时候 再给大家在这个小房间里录一录 拜拜 拜拜 拜拜